高昏 屁股 другой 制裁 屁股 來 文杰 終於跳到文杰了 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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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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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們加油 中華隊們加油 走走走走 中華隊加油 這高下比賽早上這高下 這是我第三次進場看球 對第一次 我們兩個一起大概是第一次 我們三個都是第一次到現場看球 大概兩三次 前年的國慶日的那個 我們中華隊80那一場 就是有一場從1比0追成2比1的那一場 然後那場是中華隊80的比賽 然後到最後剛好逆轉 就覺得整個很熱血 就覺得其實台灣足球也是很厲害的 第一次看球賽然後看到逆轉勝 全家都非常開心 那一場因為我在現場 那一場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看到自己的國家球隊從落後 然後在最後20分鐘裡面逆轉 那我覺得很開心 那一場讓我很震撼 就是2011年7月3號 對馬來西亞那一場 然後還有一場是我們逆轉 就是雙十節那一場 因為主要也是陳昌遠的因素 2011年7月3號是陳昌遠 他第一場的代表我們台灣出賽 然後對80那一場是他 退休前的最後一場比賽 所以印象會特別深刻 希望可以趕快有職業聯賽 這樣子就可以進場看球了 就算是沙漠也會開出一片綠洲 所以我們的足球還是可以好好發展 因為我小朋友都有在踢足球 所以我覺得踢足球的人口是越來越多了 那我對於台灣足球的看法是 只要統合所有的學校單位 從不喜歡大學高中 然後國中到國小到幼兒園 這個東西一沿串上去之外 我相信台灣的足球應該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們海外的華裔的選手還蠻多的 那在海外選手可以回來參加比賽部分 希望足球可以更加的積極 本地的選手也希望足球可以協助 就是說除了栽培之外 看有沒有旅外的機會可以去旅外 那讓台灣足球的整體水準上面 然後越來越提升 那我很有信心 短時間之內要成立一個職業聯盟 好像有點困難 但是我還是期許就是說 可以我們組一支 比較代表台灣職業的球隊 然後可以加入其他國的聯盟 一起與賽這樣子 我會覺得這樣子 對我們台灣球員 或者我們的球隊來講 會進步會更大 我們去旅行 我們要頂戴 装進步會更大 很快的 我們先開始 我們要帶走